卖掉了 但是400多万我现在买不起 但是我现在 但是也要最少也要买个 反正200万 200万的车才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去开个几十万的 或者是上个100万左右的车 没排面 别人 因为我们 我的朋友 他们都是开的就是几百万的车 我们也是搞工程的 对不对 所以的话 真的就是因为这个车也很重要 因为我现在就是借着朋友的车 借着他们那个麦巴赫 就是借着去谈这个生意的 所以我要自己去买一个 那我就先不给家卫买了 我自己买 好不好 好的话你们打个好 那我就家卫他又说他也不要车 我给等几个月 我因为我现在也能挣一点钱 等几个月了 过后我再给他买个房子 路上我再起来了 陆府是不是 对陆府的话 那个陆府的话 男生江城买的话要200多万 我就买那个好不好 6月1号 6月1号是我的生日 那时候我自己重新 我我的妈的所有的钱我都不要了 我拿给我大哥 无所谓给他给我哥他们了 然后我重新我自己靠我的朋友 我一个现实当中的朋友好朋友 他现在在帮我做工程 他投资钱 他也叫 他说他可以借我钱 他说他可以给我借个100万 然后让我去分期 然后他说是慢慢因为也需要一个车 所以我也想这样想的 但是我说他借100万 然后本来我说是想给家卫买 买个车的 我自己都不需要 但是家卫他说他不要的话 我自己去买 现在做 对 因为现在做工程的话 就是不好做 为什么呢 就是钱不好了 知道吧 懂不懂家人们 就是钱不好了 就是但是我那个朋友 他就是反正就是很有钱吧 他就是可以就是帮我自己买 好不好 那6月1号可能还有几天 那我可能我明天就去买了 好不好 买了6月1号 你们想不想看 想看的话 我直接 我叫我那个朋友 我在他那里借个100万 然后我自己去买一个车 然后到时候发给你们看 李哥你饿不饿呀 刚刚家卫做的时候 你饿不饿不饿的话 我拿过来给你吃吧 我我我玩 我不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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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老板 对的话我去拿给你吃吗 对因为做工程的话 就你必须要有好车 就是要有那种 买几十万的 就几十万的车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圈子的话 你开出去是没有排面的 开开出去是没有排面的 知道吧 没事家人们 我是吃了饭的 我是吃了饭的 买个一百万的就够了 家人们一百万的是没有排面的 先低调一点 然后再挣钱 然后再买家人们 但是 是这样的 因为你没有吃的话 我们去做工程的话 别人就是他的工程就不会给我们做 哥姐姐你们懂不懂 懂不懂 懂不懂这个意思 懂不懂这个意思 我96年到家人们 我96年到家人们 因为我 你跟你的劳斯莱斯 以前我都做过的 家人们 我的劳斯莱斯是已经卖了 我已经卖了 因为我发不起工资 我不知道你们 知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可能有现实帮当中的朋友 也有很多粉丝是知道的 我把我的那个我有几个车 那个几个车都卖了 知不知道知道的 你们你们知道 我把车卖了的 你们可不可以 因为我要去发这个工资 我要去发那个 我那时候发不起工资 我的我的钱 我的公司全部都是被我妈妈 就是收回去了 他说是 除非就是我和家威 家威 家威连了 就是意思就是和我家威 就不要联系的话 他就把公司 拿给我管理 然后钱给我 但是我没要 公司我也没要了 钱我也没要了 现在就是给我哥管理着的 所以我觉得真的对我来说的话 真的什么钱 什么什么都不重要的 家人们 我觉得的话 两个人之间 如果说一起努力 才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家人们 你们觉得说对不对 看一下 是不是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有没有 我以前的车吗 家人们 好像没有 我看一下 以前的车吗 家人们 你们想看吗 我看一下 还有没有 我看一下 我这里 照片是没有 我看一下 我这里 有几个 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现在都是借着我朋友的车开的 家人们 借着我朋友的车开的 真的 真的 家人们 我是 看到没有 这个是什么车 家人们 看到了没有 家人们 你们知不知道 这个是什么车 这个车是我卖了 知道吧 但是现在这个车 我卖不了 开吧 这个是以前的 我的 我 就是 这个就是我的以前的司机 我现在是 我别说是请司机了 我自己都是 自己都没吃开了 家人们 这车你们认识吗 看一下 对 这个车 对 劳斯莱斯 哥姐说啥也 对 看吧 我的朋友圈 给你们看一下 我的朋友 这是朋友圈里面 给你们看一下 家人们 给你们看一下 真的是好事 你哥你听说 你有很多明星朋友 没有 这个没有 没有 你们 你 你看这些人 对啊 这是以前的事吗 通常圈里面 我看一下 没有核 这么明星 没有了吧 你们认不认识 那个海南阿姆吗 哥姐叔叔阿姨们 海南阿姆你们认不认识吗 还有 还有几个明星 对 李哥 对 海南阿姆是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吗 对 以前吗 以前 以前 就是唱那首歌的那个人 那个 阿果鸡群是不是 对 认不认识 哥姐姐 就是那个 看一下 我给你们看 就是那个 我给你们看一下 朋友圈吗 我看一下 有没有 好像还有一个视频 我们一起 一起 一起 对 这里还有一个 给你们看一下 就看着 这个也是明星 这个也是明星 哥姐叔叔阿姨 看到没有 这是 那时候 19年 我会的好的时候 这个也是明星 出面 这个就是海南阿姆 看到没有 哥姐叔叔阿姨们 这是我朋友圈里面的 这个是一个 呃 这个就是 我看到没有 叫什么 对 就是那个 就是我 就是那个唱的 那首 哎 等一下 我看一下 就是 他最近歌很好的 嘛 对对 给他牧是吧 对 他挺好的 就是他 就是 那个 就是 以前我们是朋友 嘛 但是 现在的话 就不是老家人 因为我现在也破产了 也不算是破产了 被我妈妈什么 什么钱也没有了 什么也没有了 就是被我妈妈 拿去了 对不对 拿去了 全部也没有了 所以的话 现在朋友也没有 对 也对 看到阿谷 对对对对 阿谷也是对 阿谷也是 阿姆 他们也是很好的朋友 他们关系是比我都还好 阿谷 阿谷 嘉卫 嘉卫来了 嘉卫来了 嘉卫 你去干什么了 刚刚 没事呀 以后 家人们以后 如果说我东西再起的话 你很开心 你去干 国家的家人们和我的粉丝们你们关注我的 以后你们的孩子如果说想跟着我干的 我们都可以一起干 好不好 家人们好的话你们打个好 我们就可以做朋友一起 互相一起学习啊加油啊 对不对 但是现在的话我是什么也没有 所以我不敢 新建的家人们你们好 家伙来了 你们好你们好 这个可以泡水喝吗 可以啊 你泡来喝 喝一杯吧 你哥要不要喝啊 我给你泡一杯这个 这挺好喝的 你们好你们好哥姐叔叔阿姨们 咱直播间里面有新进来的家人们吗 你们好因为我现在还有家外 我现在还有就是想开个就是新的公司 就是和朋友一起 但是我给直播间的家人们就是分享一下 这个好不好家人们 我现在是这样想的家人们 呃 现在不是就是农村里面 呃 就是大梁山 对不对 大梁山那边就是他就是那个就是孩子就是很艰苦啊 啊你们知不知道 然后还有就是还有外面就是 呃大城市里面的孩子 他们儿童对不是就是儿童 就是他们想 他们想就是呃大城市里面的孩子 因为他们就没有吃过苦 所以就是来就是暑假啊那些 他们就是可以来就是大梁山这边 就是干活呀 就是体验一下就是几天或者是十几天 呃呃大城市里面的孩子就来到农村里面 农村里面的孩子就来到大城市里面的那种 对我想就是开个这样的公司和朋友一起 里面的孩子就是有没有想就是想让他们去拿体验一下 就是农村农村来的那种 各位姐说说 二爷 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知道有这样的孩子这么辛苦 这么艰对不对 这么辛苦放有放年 而且还干这么多好 五六岁 对不对 七八岁 他们就是这样去干了 让他们去看一下这样的这样的 这样的生活的话 他们就会好好去学习 他们就觉得对不对 家人们 这样的话你们就是有没有自己的孩子 愿不愿意去体验一下这样这样的 愿意的话你们打个愿意 自己的孙子孙女愿意的话你们打个愿意 我想就是开个这样的公司和用我那个名字 我不能说和就是 正正什么什么什么一起合作去开个这样的公司 然后对冠位 就是这样的话就是我觉得有利益 去体验一下 让他们知道还有这样的辛苦的人 他们就知道会好好学习 不学习的话以后就是这样了 对不对 有成绩是不是 这个人喝不喝 愿意是吧 你看好多都是愿意对不对 是的 反正我真的我这个人的话我的想法很多 因为我觉得是做一点这年的事情 真的 这么多家们都愿意 对 你跟你不要说让家卫给我们分享一点鲁产品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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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卫你给他们分享一点鲁产品吧 他说我 他们都说我不要说了 我不要说 然后我们进屋去做吧 可以啊 进屋去做吧 家卫我们进去做好不好 外面有点冷了 你们觉得好不好 走吧我们进屋去做 好好好 走吧走吧 不过去鲁产品 走吧 家卫 哎 可不可以等我一下 我去那个小偷乱里 哦 那我就等一下再来找你 好好好去吧 好这样吧 你等一下那个你这包子粉那个 那个 你把控制提出来 然后可以可以请他们喝半斤那个 嗯 好不好 可以 你先给他们分享其他的冷藏品吗 可以可以 好不好 好好好 我给叔叔叔阿姨妹 啊 叔叔阿姨妹我 我给你们说一下 我要去一个就是我一个就是朋友 家卫他们这里的一个朋友 嗯 好不好 因为他也是挺就是挺 哎呀 挺辛苦的 然后我去他那里呢 我就马上过来 嗯 好不好 你们等我好不好 家卫 好的好的 那哥姐们我们一起等你哥回来嘛 希望家卫给你们分享一点他的农藏品嘛 因为你们一直都要那个农藏品 好不好 家卫 嗯 好的好的 对 因为我给他们买了一点那个米 然后我给他送过去 好 你去吧 好 家卫拜拜 等一下见啊 嗯 你最安全啊 路上点黑 好的 好好好 家卫 哎 你给他们啊 哦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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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老表我先过去了啊 好的 你先去吧 嗯 哎 等他吧 等他过来吧 他要去我表哥那里哥哥姐们 去我表哥那里 他给我 说是给他们带了一些大米啊 还是什么什么的 乌亚 比想你拍边 比想你拍边一个顺带 晚上好 晚上好 哥姐叔叔 家卫 你的眼睛怎么红了 红吗 家卫 我的眼睛红吗 对他去小堂那里了 哥哥姐们去小堂那里了 你们好 哥姐叔叔 爱们 你们好 欢迎啊 欢迎家人们进到家卫的直播间 他是 他是谁呀 哥姐们 你们不认识吗 是李哥呀 是李哥 我 我都不认识了 这句子 多了 嗯 也是 有点多了 对 也是 最终跳上 也是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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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上 太好吃了 哦 就 对 就是这个瓜 晚上好 这样哥姐叔叔 你们有没有才 就是从最开始就一直 在家里直播间里面 待到现在的哥姐姐们有没有 有的话你们在公屏上面 可一波小一好不好 然后 对了 刚刚李哥跟你们讲了什么呀 刚李哥跟你们讲了什么 我看到我走的时候 他一直在那 跟你们巴拉巴拉在那里讲 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呀 有没有 有的话你们在公屏 这么多家们都是一直待在 家里直播间里面的 谢谢 谢谢哥哥姐姐们对家里的支持 谢谢哥哥姐姐们对家里的支持 哥哥姐姐们就是 可不可以跟家里讲一下 刚刚李哥跟你们讲了什么 可以跟家里透露一下吗 如果你们知道的话 就打在公屏上面就可以了 打在公屏上面就可以了 他说给你 给你买什么啊 哥姐姐们 怎么有在打买车 有在打买房的 讲他怎么创业 他想帮我买车 真的是这样吗 哥哥姐姐们 他想给我买车吗 已经有家人们都打了 是想买车想买车 对不对 哥哥姐姐们 真的 我觉得如果说是买车的话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 他如果给我买车的话 我是不会收的 家人们 你们觉得该收吗 因为对于我而言 如果说是 本身如果收了他的那个车的话 那可能以后很多事情就 变得没有那么纯粹了 知道吧 哥姐说说 就没有那么纯粹了 不能收 对不对 哥姐们 你们觉得要不要收 收的话你们打收 不收的话 哥姐们你们打不收 加威你好 你们好 你们好 哥哥姐姐们 6月1号是李哥的生日 家人们 你们觉得我要给李哥 送什么呀 我都不知道 我该给他送什么 直播间里面来见人吧 你会开车吗 我会开 哥哥姐姐们 我会开 但是我不想说 不想说 真的 呃 这样 哥哥姐姐们 你们刚刚 你们知道李哥的生日 是什么时候吗 家人们 知不知道李哥的生日 是什么时候 知道了你们全凭 把他的生日 打在公屏上面 好不好 哥哥姐姐们 然后我看一下 啊 我从来还没有送过 送过一个男孩子 生日礼物 我都不知道该送什么 都知道你们全凭 打在公屏上 61对不对 6月1号 那哥哥姐姐们 6月1号 我要给他带 带什么东西 给他买个什么礼物呀 哥哥姐姐们 你们觉得买什么礼物好 我觉得买手表 具有意义的礼物 送不玩具车 家人们玩具车 是不是送给小朋友的吗 你也送他一台车 哥哥姐姐们 我送他一台车 他这个 这个得到下辈子去了吧 送红领巾 我看还有送领带 买皮带 手表 鲜花 还有什么 他喜欢写字的话 可以送支钢笔 是不是 还有什么 手表